满月来了,传说中最激烈的魔节作满月来了,在冥王星,火星,海王星,木星统统都逆行的节目眼上,这次的满月真的是暴风骤雨,狂轰烂炸,大家挺住,坚持住,黎明星, 前的黑暗,都是伸手不见无止的啊,微信公号,判达,一满月时间,魔节作代表着权威,传统,纪律,地位,名誉等等,这次满月会给你带来很多事情的结果,答案,众边可以关注谁战上风,谁得到了话语权,谁在这场战役中取得关键性的胜利,反正终于水落实出了,这种感觉可能反而有些失落,好在能够从中吸取经验, 获得智慧,不要只以为新月会带来能量,满月带来的能量更是集中的,不管你是不是和平主义,满月都会让你意识到一些根本问题,要巩固自己的位置,自己的价值和话语权, 捍卫个人利益,这次满月跟土星相合,绝对是稳稳的现实照妖境,有胆儿的,有底气的不用怕,没胆儿的没底气的就要挂,首先满月会激发起我们内心的情绪波动,特别是愤怒,暴躁和紧张,满月和土星会引发很多压迫和斗争, 用极端的事情来推翻过去,重塑将来,比如你内心安全感和外在的冲突,个人规划跟现实的碰撞,各种困难,挣扎摆在眼前,只有特别坚定的想法和意志力,才能对抗周遭的风雨,等岛屿过天晴,这是告别过去的满月,让你能够拥有更好的人生, 重点影响星座,摩羯,白羊,天秤,巨蟹座满月发生在事业宫,关乎职场,名誉,地位,权威体制和认同感,会激发出你的野心和战斗欲,让你想争取属于自己的头衔,薪水,地位,所以说,这次的满月会把白羊座长久的不满激发出来,让你变成一个真正的勇士,当然,这位勇士是不是有勇无谋, 你可要想清楚哟,好的一面是,满月会让一个项目或工作接近尾声,起码有阶段性的总结盘点,给你带来新的客户,让你在行业内中拥有好的口碑,被人器重,认可,合约到期,也会考虑续约问题,千万记住胜不交败不美,可能上次还在考验,考察你的阶段,再坚持一里路,别掉链子,金牛座满月发生在你的高等教育, 长途,志向工位,在关于海外境外事务,移民签证,法律,图书出版等事以上获得答复,部分人会有想法提升身价,考取认证学历或者学习外语,新课程等等,外出的频率较多,甚至可能会更换工作,居住城市,或是在海外购置房产等等,总之你会扩大眼界,监视,也想通过切实的途径, 为自己的将来努力奋斗,当然这段时间也特别适合,异地恋,异国恋,以及朋友,伴侣间的长途出行,你们会从中分进互动,让感情升温,自然啦,也会订到优惠的机票酒店,不妨观察行动起来哦, 双子座满月点亮了你金钱,资源,人脉,勤力关系的大门,让相关事务加速进展,由歧视涉及到投资,信用,税务,借贷,理赔,财产分割等领域会有不错的势头,可能会有一笔重要款项的结算,暴障问题,偏财运在蠢蠢欲动萌芽中,非常适合找到兼职和外快的机会,或者是跟人合伙创业,工作领域, 也有机会拜访客户,吸引贵人的青睐,或者从中得到好处,部分人如果对现状不满,可以利用这几天挖掘自己的潜力,跳出固有思路看问题,把你的价值发展成实际进账的收益,但是在人与人的互动和交往中,可能会有秘密,八卦传闻发生,涉及到一些不良竞争,行业潜规则等问题会暴露出来,轻者自轻, 巨蟹座满月发生在你的伴侣,合作工内,让你做出跟爱情,婚姻有关的重大决定,在工作中则会带来很不错的人脉资源和整合机会,可能有贵人找上门来,或是跟对方排除万难达成一致,即便是有变动,也是名人不说暗话,迅速处理妥当, 当然这次满月也会让你结识一些权贵,或跟曾经合作过的人再度建立往来,和开公司,业务接触等等,如果你有自立门户的想法,那满月会给你带来提示,再多说一句感情, 这次满月对巨蟹而言,真的要好好利用,希望有伴的认真的去思考你们的关系走向,谈恋爱,婚姻有没有未来,如果跟理想差距颇大,就需要做出改变了,满月势必会给感情带来一些影响和波动,单身者会有机会去看到内心需求和真实,想法,比较容易动心,想要尝试追求或相处看看, 狮子座满月发生在你的日常工作位置,所以还是颇为实用的一次提升,具体而言,你的某项业务,发展中的或争取中的工作会得到回复,收获相关消息和积极反馈,比如求职者得到答案了,合作确认了,或客户给你不错的评价了,工作量会加大,或者需要出差,应酬客户,过程需要耐心, 有些项目在收集好数据,业绩之后临近收尾,不妨申请加薪或者是升职,如果你想跳槽或者转去其他地区,这期间也可以递交申请,另外,这次满月会让你们的职场出现人事变化,要紧防周围关系变得紧张,大家各怀心思, 到最后结果让人大跌眼镜,留心身体健康,较停不良的睡眠,饮食习惯,多运动,也有利于减肥,术后产后恢复等等,处女做满月发生在自我,创意,真爱恭维,因此最有亮点的就是单身者的恋爱月, 你们的人气得到提升,适合主动走进新的圈子,认识不同的人,主动争取一段感情表达好感,部分人可能会有表白,许诺或者是相亲发生,虽然桃花运很棒,但因为海王星正在逆行,所以要紧防烂桃花骚扰,要学会拒绝,有伴的也有备孕,怀孕或者是中奖的机会,职场上你会有许多新想法和好点子, 千万不要局限于当下,即便是现状让你绑住了手脚,也要向长远看,让自己有更多发掘潜力的空间和进步的底气,总之这段时间很充实,可以增强自我意识和自信心,让你好好规划未来,努力当下,天正做这次满月跟家人,家庭,居家事务有关系,你可能会加速处理关于不动产买卖,租赁,搬迁,装修等问题, 也会有支出在相关领域,比如购买家具,维修等,满月这段时间会让你跟家人的关系处在微妙的节点上,你会意识到问题处在哪里,然后去解决,可能最开始会有一件不统一的情况,但只要懂得交流,坦诚言明就会解决矛盾,变得更加融洽,一些人会改变工作环境返回故乡,或者迎接家庭新成员, 这个宫位同时也代表内心的安全感,恐怕最近你们心情或多或少都有些焦虑,无处释放的压力让你有逃避,懒惰的感觉,满月会把事情推上台面,不管你想不想解决,都要用力,真心的投入精力,自己稳固这种安全感, 天蝎走满月发生在你的交流,学习,短途出行的功内,看似简单,却有种重塑自我的感觉,你会参与新课程,培训,会议,或者是学习,考试,面试,比赛等等,满月会加速这些事情的进度,让你把关注点放回到自己的软实力上,同时去改善个人习惯,制定计划,跳出舒适区, 这段时间跟兄弟姐妹往来比较多,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,发现独木难成林的道理,所以话比较多,也能主动走出去,进行各方面的协调和沟通,部分人,会有一系列更长远的考量,比如更换城市,住房,或是找到粮食一友,以获得有用的建议,设手做满月发生在金钱工位,首先涉及到财务问题,一定要留个心眼, 这里不仅仅指个人的薪水、资产,还有你的公司账目,跟伴侣的共同财务等,可以肯定的是,满月能带来提升身价的机会,之前关于升职加薪的要求得到批复,财务也有改善的奇迹,比如投资、创业等等,或者是收到欠款、报销,不过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价值, 如何让自己变得值钱,被人重视和信任,也包括得到钱财之后,如何有更巧妙的理财方式,如何能够赚得更多,把这一部分变成积蓄,或是投入到更多利好的领域,再或者是用它来转化成充实自己的资源。 答案只有你知道,你需要好好想想,每一次发生在第二宫的满月,都是同时提升精神和物质的,希望大家都能保持稳定、富足的状态,摩羯走满月发生在你的星座中,影响非常,非常重大,好了。 现在先回忆一下,最近一个月到三个月,哪件事情,哪个目标对你而言意义最大,最不能放下,现在,你需要在这些相关议题上进行催促,推动,主动去做出些积极的努力,满月会让生活朝理想方向迈进,帮助你收尾一个项目,结束一段关系,签署一个合约,或是处理跟婚姻,合伙人,资产分割,股份相关的事宜,满月。 满月不是拖累,恰好相反的,它让你拿得起,放得下,针对很多重要的人生领域,尤其是近一段时间有波动和变化的,你会有一个反思,并做出重大决定,部分人会在满月时间确立结婚,订婚的消息,也有人选择跳槽或离职,总之命工满月一年一次,不要把困惑和不安留给明年,想要在2019获得新生,就要主动, 摆脱身边负面的东西,水瓶座满月恰好发生在休息,精神恭畏,不容置疑的是,最近情绪变动比较大,开心的时候天天天行,不开心的时候风雨交加,像一个没有管束的孩子,满月除了帮助你控制情绪, 还会让你发现某个真相,或隐藏很久的秘密,也许你发现了某个人的真面目,或是某段关系,终于在考验之下现出原型,总之这是云开雾散的时期,虽然可能,伴随着阵痛,最近你可能想去获得更好的学位,或是出国,出差,或者参加一些公益活动, 再或者参加考试和相关培训,对未来进行铺垫,满月也可能影响到你的健康,自己注意调整,尤其对压力过大,孕息,不如期的人来说,千万不要钻牛角尖,留意睡眠,免疫力,内分泌等问题,双鱼座满月发生在人际工位, 对你个人而言,行动力比较积极,可能会主动争取某个机会,或是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,社交方面,可能会跟某个老朋友见面,叙旧,或者是你会跟朋友合作创建公司,更重要的是,之前的朋友圈中,有些人可能是,你一直不喜欢的,或是对你有害的,不妨就用这次满月去清理一下,别给自己添堵了,满月是一个高潮, 也是你重要的分水岭,要明白有情对你而言真正的意义,还有那些单身的人,满月其实非常适合你们脱单,因为有好多接触人的机会了,参加各项活动或是业内研讨,什么公司年会,跨部门联动,统统可以利用起来,还是把眼睛睁大吧,如果是亲戚朋友介绍相亲之类的,也千万别拒绝,你会遇到不错的对象, 汪七精彩链接,我希望,用星座给你带去幸福